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 如果西藏人民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 过的生活幸福美满 他们有自由的话 西藏人民何必要反抗中国政权呢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比方说因为西藏民族 是一个独信佛教的一个民族 把达赖喇嘛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 那你看在西藏地区 如果信奉达赖喇嘛 如果讲一些关于 那个保护西藏文化的事情 比如说那个扎西王族在青海的 他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他是为了保护西藏语言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 那个信奉达赖喇嘛 要悬挂达赖喇嘛照片的时候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那最近最近的例子来说 因为现在7月8月 在西藏所有学校时 放那个暑假的时间 那暑假期间那些通知家人 那个学生的家人 不能有宗教上的活动 所以这些都体现了 在西藏没有 政治上面没有自由 在经济上面没有自由 由于在这个原因之下 为什么从09年开始到现在 连续发生自焚事件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中共政府 在西藏所做的一切 它必须要考虑到 西藏存在的问题 但现在中国政府认为 西藏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西藏没有问题 为什么发生那么多的抗议事件 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如果你不反思 在西藏存在的问题 那西藏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 在达赖喇嘛有声之言 西藏问题能够获得解决 所以达赖喇嘛是 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 诚如王力雄先生所说 现在中共政府 把它达赖喇嘛定性为 分裂主义头目 这个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然后让境内的藏人 批评达赖喇嘛 然后要接受他们的教育 这一切都是为了想 切断西藏人民 跟达赖喇嘛之间的精神关系 所以这个是永远做不到 因为过去的60年 已经证明了 这个政策是失败的 那么